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Rebecca的频道 这期视频呢,想给大家带来一期购物分享 对,我现在人还在国内 看看我最近在国内买到了什么好东西 除了衣服裤子鞋包包 还有一些彩妆以及其他小东西呢 还有一个抽奖的小礼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分享两双鞋子 第一双鞋子呢,是来自乌麻旺的芭蕾舞鞋 可以说是我近一大段时间最爱的一双鞋子 我这双呢,是在北京SKP入手的 在国内的壮柜真的很不好买 各种段号,应该都被代购啊买手什么的抢空了 当时也是碰到了这个 然后刚好它还是我的号 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就果断拿下了 这个穿起来真的非常显脚瘦 看起来呢可能比较小众 但是它很多风格都可以驾驭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 我觉得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觉得舒服要排在第一位 这双鞋真的脚感非常的好 我可以穿着它光一天一节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磨脚底 鞋底的设计呢也非常贴合脚底 里面也都是软软的羊皮 穿起来真的超级舒服 我这款不是最经典的皮质 而是这种亚麻布衣的 我觉得颜色是有点橄榄绿灰色 适合沸土风穿搭 这种亚麻布衣也要比经典的皮质 看起来更加有个性,更加时尚 这款码数很正 它们家也是没有半码的 所以说我是三七半三八 对脚我买了三八 就非常非常的舒适 下一双写字呢 来自风格非常不相同的凯肉这个牌子 它是一双很漂亮很经典复古的玛丽真鞋 真的是从小到大 我觉得是从我初中时期一直长到现在 我最爱的一款鞋型应该就是玛丽真 尤其是这两年玛丽真又复苏了 各大品牌都在出 很多品牌的玛丽真说实话都真的很好看 这双鞋子竟然是我才发觉到 专门出玛丽真的一个品牌 它们家鞋子真的给人一种法式复古 然后又不失俏皮的感觉 我选择的是Kina这个系列 下面的根高4厘米 小小的高跟可以起到修饰腿型的一个作用 尤其粗根又不高 它还保留了一定的舒适度 我试它的时候当时是一脸感觉都没有 完全不会抹脚 但是我还没有穿这双鞋暴走 所以我还不太确定 最新我的就是前面这三条绑带 起初呢我是冲着红色去的 我在网上看是那种暗红酒红色 但是现实上有点像那种刚熟的那种樱桃红 稍微有一点显皮肤黄 就比较适合白皮的女生 所以说那两个颜色呢 我选择了比较不会出错的黑色 看到酒红色的我可能还会入手 因为那个配牛仔针太复古 太好看了 马叔也很正 选择了三八马 它们家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根高不同啊 鞋型不同啊 还有绑带不同 如果跟我一样喜欢马力真鞋型的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品牌 一定会找到你心仪的一款 然后下面一个呢 跟大家分享来自Alexander Wang的一款 蓝色的手拎包 这个呢是我前段时间表弟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 00后的眼光我还真的很相信 这个包包当时我一拆我就非常喜欢 首先我很喜欢这种很少女的蓝 属于天蓝色奶奶的 很适合春夏 尤其是前段时间买了很多浅蓝色的单品嘛 就可以和这个包包搭配来相呼应 这款手拎包呢 它是一个针织的面料 所以我觉得要比之前我买的丝绒啊 包括他们家的钻钻包都会更加耐造 而且这个包包的容量真的非常大 长款钱夹呀 手机钥匙 什么女生的必备补妆用品啊 那马其道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放得下 是有一个抽绳的你可以给它收紧 还有一点小精致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散开 很随意这样拎着就很好看 然后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服装的品牌 就是我现在上身穿的这个Fabric 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风格的设计师品牌 携手全球300多位设计师 专为女性打造的一个服装品牌 价格也不是很贵 在国内很多平台都有卖 关键是现在北美也可以买得到了 这次入手的几件衣服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黑色绣花连衣裙 条小黑裙呢是这种直上直下的 就比较宽松 对于中段肥胖的女生很友好 一定遮妇乳的效果 裙子上面绣了很多这样立体的花 很有层次 并且是那种很丰富的感觉 本身带那个桑餐丝内衬的 桑餐丝和羊毛的一个浑纺 所以穿在身上是很舒服 并且还有一定的硬挺的感觉 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同款呢还有白色 那款白色我也打算入手了 非常仙女又很可爱 最近胖了胳膊粗了 还是这么想要一些无袖的衣服 下一件是一个这样小香风的小马甲 立体浮雕的扣子 两边各一个小口袋 毛泥的材质方方领 再加上黑白壮色的这种小香风 很好搭配并且非常经典的感觉 短款所以看起来就很利索 无论单穿或者配内搭都可以 就看起来很精致的一件小衣服 还带一点小可爱 下一件衣服呢是这次我最期待的一个皮大衣 其实它是这种皮质的西装 这款皮衣呢是环保皮壳 不是真皮 但是它的柔软程度 包括透气程度都不输真皮 摸起来的手感非常好 完全都不硬 它是这种油腊皮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就是复古又很时尚 两边呢各有一排小扣子 它自己有戴着皮带 可以起到一个收腰的效果 肩宽腰窄视觉上就很显瘦 幻想我衣柜里还真少一个这样子的黑皮衣 它的长度已经盖过屁股了 看这质感真的还不错对吧 下面一件衣服呢是这样子的一套 底下是一个灰色的西装阔形裤 然后上面是一个这样的马甲 这种穿搭现在很流行 底下一个西服的阔腿裤 然后上面就是西服正常的小背心 应该把小背心的扣子全都系上 这种穿搭真的很帅很酷 比较适合理性身材的女生 因为上身一定要非常瘦 系上就不是很好看 我选择medium号已经是这款衣服的最大马了 但是我的吊牌还没有摘 也是我第二次试 不如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我把这件给你们抽走了 比较适合上身瘦一点的女生 这条裤子还蛮显瘦的 我现在腰腹啊 大屁股妈妈腿这边不是很胖吗 就高腰配合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收胯设计 这边的褶皱比较多 不会显得小腹这个区域非常臃肿 我现在挑裤子真的对版型超级挑剔 看起来就是很中性酷酷的感觉 这个小马甲我在小红书抽出去吧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在评论区抽一个人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几个 在国内这些短视频平台买的 一些很便宜的 我很喜欢的衣服们 这条是我在直播间买到 叫金箍软软的一条果冻裤 真的很丝滑很舒适 在夏天穿是那种很凉块的 它是这种仿真丝 但是这个垂垂感非常好 黑色直筒这种甩甩裤就非常好搭配 夏天穿凉块又遮肉 还有一个另外很喜欢 这条裤子我更喜欢 它是橙色软件的店铺 叫黑豆哼哼 好喜欢这个印花 这个颜色和我的乌马王就很配 它也是这种仿真丝的面料 配的这款上衣我也有入手 但是我穿没有摩托图好看 就没有给它退的原因是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又很心中式 再加上它是这种针织楼空 羊毛马海毛混纺的这种外搭 很轻盈 春末初夏这个季节穿起来刚刚好 重点是想跟大家看这条裤子 戴扣子 两侧呢是有这种兜兜的 就很随意 直筒肥腿大大的 断面的这种印花 穿在身上滑滑凉凉的 这两条裤子垂直感都非常好 顾叶黄的颜色我真的太喜欢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显瘦的小连衣裙 店铺呢叫锅九九呢 西装面料 所以它这个硬平感不孤身 会很遮肉看 我刚才的大粗胳膊在这里面 一点都不全胖 而且还有一定的空间感 无论是腰间后背啊 手臂上的肉 它都给你遮得严严实实的 剪裁版型就超级好 大家看我怎么会有腰这么细的时候 重点是完全都不雷 A字形砰砰的 显得人还有一点俏皮可爱 店主很有心 她做了像这种短袖款 适合手臂粗的女生 也做了无袖款 也有稍微装重一点 到小腿的一个长款 除了灰色还有黑色 这条裙子好像也就200左右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最近入手了一个 艾米斯的一个小红帽 之前我去韩国那些购物分享视频 我不是买了两顶他们家帽子吗 帽颜的弧度非常好 帽子的深度也很深 很适合我这样的大头 而且戴起来会有一种 喉颅很高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想入手一个小红帽 这个红刚好也是我喜欢的 是饱和度会稍微低一点的 这样对黄皮也很友好 他们家帽子除了有这个框框的 还有直接字母的 我觉得框框的会更加好看 很清纯 很像美国高中生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 最近入手很好的一些小东西 很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小东西 就是真丝发全 我真的每天睡觉 现在都在用它 从最小的1.5厘米到6厘米 到最大的8厘米 我很推荐的是中间的这款6厘米 戴上去很好看 虽然是我刷视频 有人推荐我以为是智商 所以我就想买来自己试用一下 这个是30亩米的真丝 往称叫头发的小枕头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用发圈把头发高扎起来 以免睡觉压头发 也能减少头发和枕头的摩擦 真丝发圈很好的是不勒头发 而且第二天真的不会有印子 如果是头发长一点的女生 绕一圈一圈的盘好用它 第二天还会有一个 自然蓬松大卷的效果 因为减少了头发 被身体和枕头之间的摩擦 所以第二天头发看起来 相对也会光泽一些 这个眉红色真的好好看 这个扎在头发上就还挺好看 挺辣妹的 然后这小1.5毫米的 比较适合日常出门 或者劲儿 也要比正常的皮静 会更保护头发 里面还是有棉花的 所以它真的像一个小枕头一样 大家有见过这个东西吗 它是一个折叠的小扇子 法通图案的 我女儿很喜欢 那天热了山山风 背面是一个反光板 我自拍用原相机给大家看 大家看在灯光下有反光板和 美反光板的区别 通常是在拍视频啊 直播啊 或者自拍的时候 这个效果真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姐妹几个出门 带一个这样的反光板自拍 这不是图片质量会更好吗 小小一个 给它掰回来 这么一个小小的 放在包里又不占空间 是不是还不错 除了反光板 还有一个拍摄 很好用的神器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打光灯 因为我在国内家里 真的不怎么拍视频 所以买一个特别大的打光灯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我网上找到了一个这么小的好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我关了的效果 它还有不同的光 现在是中性光 变成冷光 变成暖光 变成中性光 而且它有十级的亮度可以调节 最低 然后一点一点变亮 大家能想象到是这么小的东西吗 这种便携的戴起来就非常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手机用的 它是完全不挡手机的 很早之前我有买过也是这种环形的灯 但是它是底下一半都在手机上 这完全都不挡哎 你看它直接把摄像头给让了出来 而且它是可以360度调节的 也可以调节角度 这种环形照灯照顾官就会很饱满 正常我这边亮 因为这边有光 但是这边按 打灯了之后呢 就是很平均 并且我觉得清晰度也会更高一些 然后下面一个好物是这个 游泳私密贴 夏天要来临了 尤其我在国内就经常会出去游泳啊 泡温泉有这种项目 但是说实话 公共区域的那种泡池多少会有一点不干净 女生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所以有出了这种东西 我就立马入手了 是直接贴在皮肤上面的 防止外面的脏水进入自己的小花园 它这个做得很好 是那种皮油防水膜 贴在胳膊上 给大家感受一下 不像是胶 更像是保鲜膜 贴在皮肤上是完全没有痕迹的 它浴水也不是容易撬边 而且包括我们做一些大幅度的动作 这个对它来说都没有影响 然后撕下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非常轻柔那种贴 它不会有那种拉扯上面的毛发的感觉 下面一个也跟思敏有关的一个好物呢 是 电动刮毛器 国内真的很会出这些小东西 双头的这种电动刮毛器 像之前我用的都是那种 靠侧买一大堆的那种刮毛刀 那个刮的也很好 我也很喜欢 但这不是有电动的吗 会更方便快捷 然后它是两个头的 上面是这种剃刀的模式 剃刀头的这个长度也可以调节 剃鼻印线啊 包括你头发也可以 它可以清理一下比较小的那种小毛茬 好瓷的刀头 所以不会刮伤皮肤 然后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口红 唇部产品 就是我今天用的 Pink Bear这款口红 它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贼便宜 好像九十六块钱买一赠一的那种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涂这个颜色吧 是S05 非常非常有水光感的一个口红 它就很像我去年推荐过的 花洛莉亚那个小怪兽 但那个很容易掉 这个就很好 它可以一直保持 如果你不蹭它的前提下 水光感十足 而且它有一定淡化唇纹的功力 而且它有广告说 它是真的不会掉的 如果我给它擦掉了之后呢 会带走它的油膜 但是底色不会变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S01号 如果我画那个粉嫩少女妆 右手涂开都是很亮的 粉粉的 这个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它这个真的很好看 我已经给身边所有朋友都推荐了 接下来是花洛莉亚的唇线笔 鞋刀眉笔的这种形状 其实这个形状我倒没有说非常推荐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画法吧 就是画这儿 就是在人中这个地方 画一个小窝 它就会视觉看你人中会短一点 而且会更加的深邃 小人中打一个阴影 看起来这个嘴巴呢 可能就会更立体一些 然后最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我今天戴的假溜号 如果我没有发现呢 说明这个假溜号真的非常成功 因为上期视频不是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直发了 最近到了脱落期真的超级恐怖 可以说是掉了90% 我上面头发现在有点像火云鞋神 就那么几根就很难看 这个假溜号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人真毛 一百多块钱 平时变化一些造型啊 或者是如果你颅顶很低 它也可以给你打造一个高颅顶 除了像是这种棋的法式溜号 还有八字溜号 给大家看一下摘了之后的样子吧 现在的假发做的真的很好 根本看不出来 摘下来是我本身的样子 纯手工制作真人毛发 所以你看透光程度 就能感觉到它是非常的透气 在头发上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自然 可以随便的分发缝 我之前买过八字溜号 但不太适合我 我就被我退了 洗溜号就可能更适合我一些 我梳一梳 和自己的头发很好的 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和自己的头发没有什么区别 你就可以洗它 是不是还蛮自然的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一直留下 就算以后我头发长出来 以后不想剪刘海 平时变化一下造型 很自然 就很好 好了 这期视频就这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物推荐 也可以大幕留言给我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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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